而自从5月12号在四川发生了大地震之后 慈继之后一直不断的爱的接力 用感恩尊重爱的态度送上了无私的奉献 这份的这种精神呢 让当地的乡亲相当的感动 也因此带动了许许多多良善的效应 目前呢慈继在当地正在援建各项的 包括了学校的校舍了 还有寺庙了 以及这个在落水的活动中心等等 不过除了硬体建设之外呢 现在大家最感叹的就是怎么样 把慈继的人文也就是所谓的软体 也能够伸直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所以呢在地震当中倒塌的落水幼儿园 那么慈继原建之后呢 师长们现在在学校重新开学的时候 特别就把慈继的感恩尊重爱的人文理念 融入教材当中 就是希望从小教育孩子 拥有一颗懂得感恩和尊重的心 你看我们这个拼图呢 都是那些社会上的好心人 给我们捐赠的 还把感恩的心天真的孩子玩着拼图 更加珍惜目前拥有的这一切 因为学校能够重新步上轨道 一点一滴都是众人的爱心 对小朋友付出自己的爱心 在今后的工作中呢 对小朋友啊 做出自己的努力 走过地震灾害身为师长 更深刻体会自己有责任 让孩子从小就了解感恩回馈的重要 地震至今 慈继原建四川灾区 这份不求回报的付出 成了落水幼儿园最佳的人文教育题材 教室里充满温情 要让我们的爱要传递下去 然后又是我们要用我们的爱 塑造爱 用感动就塑造感动 然后也就是说在我 以后从事原整工作的时候 我要把这个理念 要让我们的老师懂 我们的孩子懂 听着孩子无忧无虑唱儿歌 总能令人会心一笑 但愿良善的种子 洒下纯真小菩萨的心中 祝福他们快乐学习 长大后延续爱的循环 此季震灾团 蔡星宜 郑瑞萍 四川报道